今天很有缘,和那个老公的,就是很多年没有见的,中学同学见面,大家聚餐 就像我上集说的那样,在墨尔本能够偶遇上海的老同学实在是难得 他让我们了解了作为一个游客所不熟悉的西南区 虽然某些原因没能去成他的另一个家 但接下来的这段行程还是给了我不一样的惊喜 与墨尔本东南区中卫房价一陆续过百万相比 西南区还有大量未开发的土地 较低的房价基数让Point Corp成为2017年墨尔本独栋别墅销售交易量最多的地区 大概就是样板房了 他这个开发商不是房子的开发商,等于是建筑公司的开发商 这个一定要是拿到身份以后你才能买这儿的地,才能造 说明这里有市场 朋友现在带我们来参考一下这个澳洲当地的样板房 等于说你如果买了地以后的话就可以请这里当地的建筑商来帮具体的把这个房子造出来 不过呢这样的土地的话就必须有澳洲身份了以后才可以 这里的样板房公司还蛮多的了 这一块区域的话是一个新区嘛,有很多房子在造,所以的话呢可能需求量会比较大一点 14米加就是这个门,造这样的房子门宽你要14米 哦,14米 这28.84的就是意思就是我们所说的平方米需要成于9.25 嗯,9.25,那就是面积大概在... 3927嘛,270,不到一点 他就介绍一下这个房子现在的一个规格是怎么样的 你要这么大的一块地才能造这个啊,才能造这个这个这个效果的 这个是一个建筑商的品牌,大概这是他的几几几种样板房的规格就等于啊 那我们先看一套了 好,我们参观一下这里的样板房 这个房子应该差不多多少,多少钱 他有价格的呀,他那个是不是他的价格 这个是便宜,便宜一万两千块 不是一万,应该是有价格的 你在这种地方稍稍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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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他这个草均是假草均,不用大笔 他有四间房这个 有四间房吗? 你看一边,我进去参观一下啊 来,烧口了 有的地理比较小,这里的地理比较小 这是墙纸啊,它这个墙纸真的机理做得厉害的 然后这是面积更大一点啊 刚才那个多少啊?270 哦,这个花园就更大了 他整个设计,有个体员 那家也有,那家就小一点,有个体员 那家也有,那家就小一点,有个体员 在这边已经大一点 周末的时候请朋友来找找烧烤的什么不错的 不过呢,一个漂亮,一个倒立,它那个软妆都配上去了 这套就有楼上了 哦,公共去的市庭市 我先看看左边 因为他这个房子有些是不带厨的嘛 他就给你配一个衣帽间 然后就当一厨派有厨 这个大概是,也是一个儿童房 不然他不会把里面放这种狗的墙似的就是吧 那,你看他这里都是没有那个厨子的 安死亡的吧,耶诞 嗯,我们再来参观一下他的主卧 哦,我还在找你呢 这个是他的主卧 这么一个配置,不知道造一造是多少钱 我们下去问一问 我专门一个是专门造豪宅的 但是他这里没有样板房 这里没有豪宅样板房 经济鞋带 一块银带高 他说,我总不在哪 这套是多少面积的 虽然我们连着参观了几套样板房 一套比一套面积大 但基本的格局是一样的 同学说,今天看的这些基本都属于经济性 除去软装,盖楼加内部装修的价格在三十几万澳比起 当然要达到样板房的效果 估计还是需要额外再增加不少的费用 这个就更大了 更加大 也有更加大的花园 这个就可以做成中厨 然后把油烟排到外面去 厨长室 来看房子上还蛮多的 公共区域 先看一下主卧 主卧的窗桶是比较大 其实格局都差不多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洗手间 这里有一个衣帽间 哇,我有这么大一个衣帽间 我就满足了 对吧 我觉得在澳洲的话 如果有两个小宝宝 然后父母过来再留一间客位的话 再加上一个主人房 基本上它这里的话 都是以四房为主 中国人弄草 两个小宝宝 这么长 弄两个小宝宝 嗯,真的弄两个小宝宝 快点听了,听了 那现在 中国是草 都要火转光的 弄草 有没有打草米 有没有就弄死你 哦,这个人都太 我怎么吃了 全部全部 整个 那这个人呢 最好的一个秘密 控制了 给两个小宝宝 给两个小宝宝 要能够搞维生工作 搞什么东西 是的呀 这刚刚就有的 我如果您收 我还很轻 对吧 我都觉得有点很轻 对呀 你现在把那些盖子 要黑了 哎,去别了 他们澳洲的房子 都从外面来看很漂亮嘛 里边的一个结构 全部都是木结构 所以见到起来特别快 我听说半年左右 就可以造好了 这里基本上 有车的话 一般就不会太轻 开车也没几分钟 哦 有车在你的地方那里 这里的绿化 就特别好一点了 对呀 除了 可是又开始很慌了 对 我们先到天鹅湖去开 哦 哈哈 能够看到湖的房子 呼吸 也会啊 湖的房子就 嗯 还有岛上的房子 小鸭子 你看它 鸭子妈妈 旁边都是小鸭子 小鸭子嘛 这是鹅吧 鹅啊 本来我们也想买啊 后来物业实在是太贵 哦 这里有物业贵 它有保安可能定时巡魔的 它那个费用什么的就 嗯 BBQ 嗯 嗯 像这样子 哦 哦 你看 可以都可以 是吧 那个对面是 鸭子岛上 贵的 哪里有岛啊 对面是岛 哦 哦 就是这一块区 你的M1A 还有很多岛 哦 小的岛 上岛就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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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岛因为它更加安全 更加主力的 嗯 他就说砸七砸八的人就来不了了 对 而且房子特别大 对 而且房子特别大 以前还可以抵老子 那肯定是老子 抵老子 当人瓜 就八十多 八十多 两年 两三年吧 三年 这个岛 上午呢 当时久没从车 从来没考虑过 这个150 就说我哪里懂 我把它摆在一起 就这个岛 就这个岛 嗯 这个岛居里边竟然还可以有海水引进来啊 这个岛居里边竟然还可以有那个海水引进来啊 这个岛居里边竟然还可以有那个海水引进来啊 这岛居里边竟然还可以有海水引进去 这岛居里边竟然还可以有海水引进去 那是布里斯班 是布里斯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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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会天鹅 哦 天鹅不是湖里的吗 他这里天鹅都飞过了 他觉得生活还不错 可以过了 那我就可以了 那又可以了 那就是台湾 台湾的西米尼克 嗯 哦 哦 这个西米尼克 哇 好漂亮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贪图啊 贪图啊 它不会是要这么级的 是 都是身体 以后也是不安 那要把他砍 那你在家有什么 你呢嘛 女生学校 这柜子有没有学校 这柜子 作为Point Cook区一部分的Central Lakes 是一个24小时巡逻的密闭式大型社区 这在澳洲非常的难得 内有64公顷的人工湖泊 18栋的标准高尔夫球场 以及独立的会所 不仅如此 这里还是众多候鸟的重要栖息地 当然 这样的环境和管理 每年需要承担的物业管理费 也会相对的较高 由于墨尔本东南区 可开发的空间日益饱和 原本冷清的西南面 成为了维州2030年发展战略的重点区域 未来这里将建成澳洲顶尖的教育城 花重金打造西门隧道 升级扩建阿瓦隆机场 以及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 当然了 这些都是美好的远景目标 目前来说 无论从商业交通 还是教育医疗的成熟度来说 还是无法与传统的东南区媲美 巧的是 以后的日子 我们在墨尔本又迎来了两位上海老朋友 大家之前都生活在槟城 于我不确定孩子将来的发展方向 暂时还不打算买房职业不同的事 他们希望孩子能在墨尔本安家落户 于是周末约了一位中介看房 我们也一起同行了 和老同学选择虚南区不同的是 他们更喜欢发展相对成熟的东南区 但是我们都是上海人 到了冰城才发觉 对啊 很好很好很喜欢 现在是他的女儿来 也是也是在墨尔本 我就想到了 我就问了 就是公寓的话和这个的话 成本只有成本 还多一个的话 就是物业管理会会比较高 其他的差不多一样 但是假如你是说 因为我们看 我们不能只是说 看这一点点的东西 之前我们和朋友也说的 而且公寓的话 你万一是没有身份的 没有身份的人的话 等于说是不能买二手的 对吧 当地人的话 也不会想要买你的公寓房的 只有国内来的朋友 是吧 他就很难出手 以后公寓的话 因为我们好像我们现在 刚才我有讲的 我们这边的通常 我们就比较喜欢外面一点点 我们很少会想要下西堤的 那一个 因为除了 除非我们工作 我们就没有办法 一定要下西堤 想说没有的话 我们这边其实你看 我们说东西 什么都有了 你要吃什么 北市或是 你要 就算是你要我们 中国人的餐厅 都有了 你要吃什么 好像Klayton那边的 你要吃什么 Klayton那边 我们倒是去过的 因为那个时候考虑 也可能得莫娜什 很方便 什么都有 对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老实讲 我们都不会想要去city 然后你的公寓 全部都建在那边的话 没意思 我们第一个 又卖的话 我们要卖local local又不想要去 对啊 不会要 然后我们倒不如 买这些全部都 对对对对 就是说以后要 有什么事情要脱手 都比较OK的 所以我们就 选这边比较多 西边的是因为 有时候他们就是因为 这边的他们的价格 可能贵一点 贵一点点 他们就不想 他们就跑去西边 非常有缘的是 中介竟然是一位 移民的槟城人 看来我们华人 真是无处不在 由于外国人 无法购买二手房 所以当地一些 小型的开发商 会考虑收购一些 旧的独立别墅 推导分割重建成 相连的townhouse 这样的新房 外国人就可以购买了 而他们也可以 占取其中的差价 今天他带我们来看的 就是这种类型的房子 他这个房子等于说是 老楼都推倒了以后 现在正在造 刚才说 中介说是多久啊 半年到八个月吧 就是这个房子 从推倒到造 一年 要一年 就这样 在本来只有一栋别墅的位置上 开发商分割成了三套新的连体别墅 可以同时卖给三位购房者 而作为没有身份的外国人 购买澳洲房产 除了要缴纳5.5的契税 还要额外再承担7%的税收 但即便如此 作为世界最宜居城市的墨尔本 悉尼 仍是许多中国购房者的向往之地 分享生活是一种乐趣 感谢收看七零后退休日记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